立 走著 請坐 在座位 各位民政府的中官 大家平安 大家好 謝謝 今天我們要講的主題 是這個 叫做台灣體育運動 的回顧跟展望 我用我 在前日以前 用幾分鐘的時間 來自豪介紹 給我自豪介紹 我是叫做伴信行 信仰的信 行為的行 我自小時候就要運動 要參加比賽 比較不需要託資 小時候 一生就是 最大的願望 就是 我要來做國手 但是 我這個身材 不夠標準 我一開始是在練 電經 電經 我這個身材不夠 所以 都 沒有辦法 可以 特性我那個願望 我來 我改行 我改行 去 去打工手道 工手道 都為日本都團來台灣 我就第一季了 我 比較快去做 比較快去學習 所以 30歲的時候 我這裡特性我的願望 做一次國手 到現在 我知道 我們台灣哪有國 沒有國 但是 公關時 小時候 都說國手 國手 台灣的 其實就是台灣 台灣的代表隊的選手 後來 一直到 25002年 我參加 到 去 做國手 之後 我剛才拿下來 做教練 衛基戰的教練 開始 一步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在 後來 往來做 台灣代表隊的 教練 在2002年 在 第14階的 阿文 亞洲運動會 在虎山 我是當時 工手道隊的 總教練 結束之後 我就選擇說 因為 不要再做教練 因為 壓力太大 做一個代表隊的 總教練 那個壓力 非常大 我知道 從那開始 有 國學校的 政策 才出來 所以 結束的時候 我就 退出 這個代表隊 教練的 行列 但是 也是 還回去 我 想基戰 的 教練 的 感受 我想說 我要來訓練 一些 像我幾十年來 我 參加 國際比賽 一四個次 幾年 三十年 所以我 理性的一些地性 想說 要好好 再來訓練 一些 好的 選手 但是 因為 兩千 六年 的時候 我 我的學生 我自英國 學校 起來的時候 我是 一九九空年 我是 為 那個 三部在阿拉伯 我去那裏 做教育 然後 回來之後 我這裡 開始 沒有上班 現在開道場 去訓練選手 訓練選手 之後 我這個 到二千 六年的時候 我會 由社群拿起來的選手 是 都變成 一個 國家隊的選手 都 拿很好的成績 在阿倫 拿一塊金牌 當阿倫 拿兩塊金牌 和 那個 世界運動會 拿一塊金牌 那都是我 從社群拿起來 但是 到二千 六年的時候 我對 這個 體委會 體委會 就是 台灣的體育運動 最高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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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看不過去啦 我就受不了啦 所以呢 我就要 提告 提告 在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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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 行政法庭 因為 你們 民國官 都是在那個 行政法庭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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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贏了啦 那 我知道 因為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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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 高等行政法庭 外面 台北市的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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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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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那個 因為我的憤怒和不斷 但是,我們那個 我就沒開來啦 沒辦法,對那個 大的機關,我沒辦法啦 所以咧 跟20000年的時候 那個林博士 他受到那個 美國的 只是說 要開始組織 組織啦 要組織 林博士 他在向我詢問說 誒 你來去接這個 跳舞嘛 我那個時候,我的機會來了 這個機會來了 我可以讓他發揮 我沒有一次 沒有一個好幾個的 好,我來接 接 就是這樣 我 開始接這個 那個 鐵獄 像 這個 從今年開始 因為 體委會 也 可能是 他 軟腹 所以 也被改變 叫改變 骨頭回去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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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 新的資料 我沒說 還沒說 很清楚 以後的時候 我 會好好來整頓 如果 我們 接受 政權之後 會好好來整頓 因為我 對 台灣的運動 跳運動 我有 那個 思念感 我有 使命感 所以 我 會好好來處理 這個事情 以上 這是我個人的介紹 我們 開始 進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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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做 體育運動 什麼叫做 體育運動 體育就體育 運動就運動 什麼叫做體育運動 這樣 體育運動 運動來說 是 就是說 競技 競賽 還是比賽 這都用 運動這兩字 來代表 所以 所以 我們說 參加運動會 或是說 參加阿運 參加 全國運動會 奧林匹克運動會 這樣 所以 都用運動 這個體育 是比較偏重 在這個 學術 學術 或是這個 教育 所以 我們 說 都那個 體育學 或是說 體育學 體育大學 比較沒有說 運動 運動會 或是運動大學 這樣 不是說不行 但是 大家 比較偏重 大家習慣都是 用這樣 來代表 所以 這兩邊 是 同一件事 同一件事 兩面 其實 都是同一件事 它是代表 什麼 那 它是代表 什麼 人類的 一個 活動的 一個 代表 代表 是 什麼樣的 人類的一個代表 就是說 在我們 過了百萬年前 人類開始 形成 就 站起來 為人緣 變成 人類 之後 它 所做的 那個活動 那個活動是什麼 就是 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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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它 為了 生 它的生命 為了 它的生命 所以 它 就要去 去拆 壓果 或是壓材 來為了生命 但是 它要 要 蛋白質 雖然 食物裡面 也是有 蛋白質 但是 比較 粗糟 你就要吃很多 才有 你需要 蛋白質 動物的 肉 是 最好 的 蛋白質 所以 它就要 它就要拿 蛋白質 所以它就要去 打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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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 你也會叫辣 打去 齁 所以 在這個時候 我們 請 這個 時段 的時候 叫做 人跟 手在打 人跟 手在打 的時代 到現在 現代 這種 活動 又是 在繼續 所以 這是 人類 最重要的 活動 然後 在 人 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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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態越來越變 為家庭 做一個家庭 人類就變成一個 族群 人類變成一個社會 政府 那時候 也是一樣 也是為了 他的 團體 他的組織 會 成功 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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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跟人 在打 開始 就有 人跟人 人跟人 在打 就是 戰爭 戰爭 就是死人 到處 戰爭 到處 就有死人 到處 就有一些 做老母 都在那裡靠 靠 他說 他的 兒子 去戰爭 戰死 在這裡是說 他的生死 去戰死 這樣 所以 在三千年前 在三千年前 在歐洲 有一個 很 那個 很進步的 一個文化的 一個 一個國家叫做 希臘 希臘 Greese 他們 他們 就宿航 說 都為了要戰爭 常常要有死人 為什麼 我們怎麼沒有 有人就提出來說 白白我們的道政 道政 但是 用另外一種方式 來 大家這個目的 就是 就是 用他這個 對不起 就是 就是 他 一樣 也是 在這個 建廠 他在用的那裡 佈索 也是 拿去 一個 一個地方 一樣 來道政 但是 不怕武器 不夠用武器 這樣 我們來 大家 道政 看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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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較厲害 還是我比較厲害 因為 希臘他們是一個 城邦的 一個形式 一個城就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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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买啊 還是塞那個建車啊 還是那個什麼勃及啊 術角等等 這些都拿來在這個運動店裡面 選一個他們任務人生生的一個地方 叫做Olympia Olympia 在那四年辦一次 在那個第四年 在那個在辦的那年裡面 不管你對一個城邦都不可以 不可以有發動戰爭 你如果發動戰爭 眾人 他們那個希臘是多神教 所以眾人就會出發 所以在那一年裡面沒有人敢 要引起戰爭 在那一年大家可以 可以活樂 真好兵 大家做會 競爭 也是競爭 國聽幫都派他們最好的選手 來Olympia比賽 那些贏的人 都變成一個大英雄這樣 有很多金錢可以拿到 刁客家都會把刁客 他的運動的形態 我們記得在後週的 那種的博物館裡面 有看很多運動館 運動館 運動館 在牽扁 牽扁 牽扁 那都是在那個時代 會影響 和狗狗 做詩的詩人 就做詩 跟俄羅 跟慶祝 這樣 在這個三千年以前 就 現代的運動 的形式 就已經 形成了 就是現代的運動 一直跟羅馬 羅馬在說 會影響起來 代替希臘文明的時候 那個羅馬 他們的人 就比較讚譽 他們就是 要 要走 要走 要走武器 一樣也是在那個地方 在討論 那也是台師人 他說這樣才有刺激 這樣 歐林比亞 那個運動 那種的 沒有刺激 所以 如果禁止 如果禁止 一直跟生完 三百 三百幾年 三百幾年的時候 就禁止 一直 到現在 到 一千五百年 以後 再次回復 到 十八世紀 十九世紀 在法國的 有幾種 一個幾種 一個幾種 叫做 Coupbertine 我們反而叫做 古博丁 他聯合 歐洲一些國家的幾種 還有 這個 古希臘的 現代 運動 運動 從國家恢復 所以 一百 九六年 1896年 1895年 是我們台灣 最重要的 日記 那就是 那個 開魯軒 不只開魯軒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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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關條約 的 頂頂 第二 的零頂年 就是歐林比股 在現代的歐林比股 古代的歐林比股 現在現代的歐林比股 在那裡正式又開始 到現在 就已經超過一百年了 2004年的時候 在希臘 又恢復到希臘 就是說 已經沒一百年了 就回到希臘了 那個 歐林比股那個所在 我有記憶 2002年 那時候 剛才 我記得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美國那個911 有了 那個賓拉燈 叫他們 塞飛機 去弄 那兩個 兩個 大樓 那年 啊 我也在電視 看一個 走一個 但是 一個月後 我就 要帶他出去比賽 帶青少年 去西拉 去參加這個 世界賽 比賽 的時候 我有 安排兩天的 旅遊 有去 那個 歐林比阿 那個地方 去那看 當然啦 到現在的 現在的那個 那個運動 那 不比 但是 就是有那個 讓我們 我們這裡 運動完 有一個 那個 緬懷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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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就說 我個人的 那個 那個 就已經 我由它開始運動了 到已經 到現在為止 已經超過60年了 已經 我剛才 沒有說 我這60年呢 可以說 看盡 那個 台灣的 體育運動 它的浮塵 有譜 有點 我 不是只有在旁邊看 我 我本人也是在裡面 我對它在浮塵 這個 我現在就是說 要進入這個 這個回顧 我 因為這個地方就是說 我們台灣 台灣的那個 體育運動的那個 回顧到展望 這個回顧喔 我在這裡 我要提出 兩個人 兩個人 來做一個代表 一個就是 楊川廣 一個就是 紀政 對 剛才好 這兩個 都跟我有關 跟我有關 楊川廣 是我 心目中的 偶像 我就是 兩千 兩千公斤年的時候 我在左營 在左營 在左營 經常就是 我在左營 是來來去去 啊 看一個 都看一個 老的齁 都坐在那個 慘疼齁 在吃飯的時候 都坐在 第六位 都坐在第六位 啊 沒有人 沒有人 大家都不敢挖去 都自己一個老的 我們自己坐在那裡 就要吃 我也知道 他是楊川廣 但是喔 他那個 危險喔 喔 對運動員來講的時候 喔 大家都 都會覺得說 喔 他是很危險的人 啊 有一天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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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張向賢 他在跟我說 欸 潘教練 我們來去 我們來去 跟 跟他一起吃飯好不好 做一個 跟他一起吃飯好不好 我說 好啊 好啊 我去之後 我就 報告總監 我們可以 陪你吃飯嗎 哇 他也很開心 喔 請客氣來來來 坐坐 我坐以後 我就跟他說 報告總監 你是我的偶像 嗯 大家也這樣說 呵呵呵 他說 我說 我齁 一級 五幾年的時候 齁 我在台大運動經常 有看你齁 你齁 聰谷 那時候齁 有一個 紅人的 告連 紅人的告連 那是美國的國務院 派來的一個告連 你自己去 那時候齁 那個時候齁 那個時候齁 那個跳高 跳高的時候 是用附館的 啊 以前以前是用東方式的 那個剪刀式的 那種 啊 現在附館式的 那個 可以說是上身的 啊現在沒有啦 現在都是用北軍的 齁 那在進步嘛 啊 他才 欸 我在說的是很痛 有這個 有這個事情啊 啊 他就跟他 求情 那不是紅人啦 齁 那個 Mr.米勒齁 米勒齁 米勒齁 米勒教練 他說他不是紅人 他是黑人 嗯 啊怎麼 那那個行 他說喔 他顏色 比較淺 比較淺 所以啦 因為那個時候 我 跟那個 他們都說啦 我們就開始 常常都在往來 開始 啊 所以我為 為他的 靠中喔 有聽到 很多 一手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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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可能沒有時間 來講 那以後才有機會 再來講 啊這個 楊聰廣喔 他這是一個天才 那是一個 是一個 很偉大的 一個運動員 我們 電經喔 電經喔 是 小朋友 後面的 國家的 他們的天下啦 我們 東方人喔 這個阿舊人喔 不去 不去跟他們 拚電經喔 很困難 尤其是電經裡面的 那個十行 齁 十項運動 這 更 更不是我們 阿舊人 可以跟他們 後面的人 畢業的 一個行動 偏偏 就是在阿舊 出一個 英文團講 齁 他不然是說 已經出名 他就是 全世界第一 全世界第一 他不但 打破他的 十項 世界紀錄 甚至 變成 怎麼樣 他 他 他本來 十項 裡面有 計算的 城市 齁 已經 在 他的 上限 到一萬 一萬 楊川廣東已經在一萬 一萬 所以 那個 電經界 那個 世界的電經總會 好大集 比較快的 找一些專家 重新再 再設定 一個 計算的 城市出來 為了 楊川廣 為了楊川廣 我有 注意 他 他的生意 在 參加比賽 他的生意 我 有些人 下去 計算 真的 打破 一萬 打破一萬 天 這個人 是 我們 是 我們 台灣人 那 打破 全世界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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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有 有 一句話 在說 這個 在我們 台灣 大家都知道 如果出台灣 沒有人 知道 沒有人 但是 講到 那個 洋蔥廣 的 洋蔥廣 從 世界 沒有人 不知道 沒有人 不知道 大家 都是 很尊敬 雖然 他到 是 在 奧運 羅馬奧運 的時候 他 拿著 二名 但是 這裏 是 有陰謀的 就是 因為 計算分 計算分數 那些 城市 裡面有陰謀 因為 為什麼 他們 那些 黑酒人 跟 黑酒人 或是 黑米人 比起來 體格 都會 比較 比較大 所以 這十項 裡面 有三項 是 指部 指部 就是 鐵壁 標槍 還有 研究 他們 中 指部 計算 的方式 比重 加重 所以 就造成 在 羅馬奧運的時候 他贏 他的 董伯 他 都是 UCLA 的選手 UCLA 可以說 是世界 當中的 都是世界上用 都在 那裡 他 他 贏 Jongson 贏 7項 贏 只有 Jongson 3項 但是 分數 跟統計起來 所 輸 Jongson 70多分 所以 這是一個 真 真 真 無公平的 計算方式 所以 有人說 這是一個陰謀 我們 過去了 楊川 跟 Jongson 他們是很好 他們 變得很好的 朋友 我現在在這裡 要提出來 是 楊川 他在這世界 他 電燈界 他做的 那些 都是 技術 不但是 十行 人 人 第一堆 蹭竿跳 跳過五公秋 就是 什麼 就是 他本人 他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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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人 他 他說 怎麼有什麼人 我自己發明 他說 他說 他在 有一個 我們台灣去的 留學生 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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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 去 抓 竿子 蹭竿跳 竿子 那 都要兩個人才有辦法 一個人才有辦法 一個人才有辦法 我跟他這樣而已 我就是 這就是 這也是 一手的飼料 這是 楊松廣 他很順利 跟我說 所以 我們 這個楊松廣 在世界上 也是一個 技術 再來 我要介紹 這個季生 季生是我的同學妹 我 我都特地行 每次 每次看 每次都二行 那學校 就出兩種人 一種就是 運動選手 另外一種就是 老母 他們 那是 外星掛 他們說外星掛 那是 那是 主連幫 那是 都由我們學校出 啊 記性 他本來是 他本來是 心得 起路 啊 啊 那個在 那個中商年運 喔 他 他拿兩筆金牌 啊 生前喔 都逼了 成人的 喔 比較有 所以大家 看出說 這個人 喔 那是那個 錢力無窮 所以我們學校 重金禮聘來 來我們學校 那那個時候 我 我好像孤兒的 愛孤月的 啊 在那 我只 一個英雄最親密的 就是說 他 他運動是 很好的 全國倫大家都知道 但是 他的功課 是很好的 還是非常地好 那個 那個 那種 那個 那個 那種分的第一名就是什麼 他運動是第一 打手還是第一 這個我可以做情 因為我是學長 他到時候 本來是發展五項女子補相 不知道怎麼扁扁扁 怎麼變低男 本來80低男 變100低男 他在世界賽裡面 有九百的大破世界紀錄 一個人一生 大破一次世界紀錄 那就是不得了 但是既然他大破世界紀錄九面 在九面 其中有五面 他們都是在鐵國 在鐵國的國際賽 在辦的國際賽 打破世界紀錄 所以鐵國人 對對濟 是說 這樣 著迷 所以他才做一條歌 叫做東方 飛躍 飛躍靈陽 那個音樂 好像一開始 出來的聲音就是 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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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我們台灣人 全世界 大家都 非常 非常 尊敬的 一個運動員 他是我們台灣人 在這裡 為什麼要拿出這兩個人出來 我在這裡要證明一個事情 那個 那個 媽的便宜 媽的便宜 那個 林瑪麗醫師 他是世界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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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藝的研究的創家 的 頭部 他用他的學藝的研究 來證明 我們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台灣人 有台灣人的 那個 我們是台灣 台灣的民族 不是 這個 中國的一個民族 我咧 在這裡是說 要拿 飛躍的時候 我拿 洋蔡人的寄贈 要來證明說 我們台灣人 是比中國人 國家 國家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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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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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現在中國 為什麼有出一個 在電經 出一個 很有名的選手 中國的事 我是 很 很 很無趣 但是對這個人 我不得不 不尊敬他 因為 他在電經 為什麼 世界第一 那個叫劉翔 他就是 一百一十九人 的 那個 奧運金牌 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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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先 全世界 你 阿球人 幾乎是沒有 沒有 沒有人 但是 他 跟 跟 他來比較的時候 那還差得遠 他的那個 那個 名氣 還差我們 但是 我們要知道 那個 中國是 十五億人 十五億人 我們 台灣 那個時候 跟紀政 那個時代的時候 我們只要一千多萬人 我們一千多萬人 我們一千多萬人 可以 刪成 兩個 在 世界的電經 來 要討伐 這種的民眾 絕對是 超過 這個中國 有的人說 那個 那個 奧運域 中國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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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裡 說 特別 我在這裡 在 說的 就是說 電經 田徑 因為田徑 跟一般的 其他的 那個 競 競賽 競技 因為我 我非常了解 這個 田徑 這個東西 它是追求 人類的極限 它的極限 它不是說 我技術 它沒有什麼 很大的技術 但是 它的 最能夠代表 它的 最能夠代表 就是它的 連鋁 連鋁 你如果今天的 競技 體操 你如果 很可能 非常 很可能 用超級的 那種 訓練 你就有辦法 拿到金牌 啊 中國人 太多了啦 用 可能 嚴苦的訓練 很多人都 失敗 它 至少 你 一些失敗 還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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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太多了 所以 它都 可能 用可能 用可能 一天 八休息 十休息 在訓練 所以它可以 申請 歐林比股 的金牌 但是 電經 絕對不行 電經 不能讓你說 這樣 用這樣 摸 摸 你 沒辦法 在那種 色狀的 的 痕痕的痕癌 以外 就是要看 它的DNA 它 它就是世界 它就具備有 世界 最好的 DNA 它才讓我 在電經 裡面 在世界 的 頭部 所以 我就說 我們在這裡 我要 在回顧裡面 我要 拿出 鴻松廣 和氣墳 來 來 做一個代表 在這裡就是 要證明說 我們台灣人 絕對是 比中國人 的DNA 一定是 顧得高級 這點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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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思考 我們 現在 因為 時間的關係 我 不可以 不說太多 有關 洋風廣的事情 我現在 要 要 回到 客庭裡面 就是 展望 要展望 我剛才有提 有說過 我 在兩千塊 年 我 過 國 體委會 這是 從來沒有人敢這樣做 沒有 有提委會 還沒有 所以 很多人來 他說 沒有啦 撿消息 不能這樣 不管 我要照顧 要照顧 在這裡 因為 我 對台灣的 體育運動 我有 使命感 我 很清楚 台灣的 體育運動 可以 跟什麼 挺多 可以跟什麼 挺多 因為 因為 寄生 阿文 的時候 他受傷 停下來 不再參加比賽 他後 到 1994年 的時候 總共有24年 有24年 台灣 在阿文裡面 零金牌 一塊金牌 一塊金牌 我來 聽到 那個 叫做 體育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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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設計一個 那個 那個 章程 沒有一個 政策 政策 他就是 將這個 高年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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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長 放一筆 國光獎章 裡面 這個 所有的 全國的一些 高年 受到鼓舞 受到鼓舞的時候 大家就 開始 用時間 用精神 用他的 他的 專業 好發 進去分年選手 所以到1994年的時候 本來是都靈 那年 那年 在 那個 廣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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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 我 那年 一聲就是 比七零金牌 為零金牌 二十幾年 一聲就變成 七零金牌 大家 為了這樣 我那些 那些高年 大家都 大家都 跌入很好的好處 這樣 所以 大家 投入這樣 還有 還有 那是十二次 在十三次 就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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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大家 大家都 真心 下去 的時候 那個 1998年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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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 亞運 一聲 由七零金牌 變成十九零金牌 這是 台灣的 那個 那個 最高峰 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現象 那個時候我都在裡面 我就是由広島的廣島亞運開始 做代表隊的高雷 98年 98年 我帶來的選手裡面也拿一塊金牌 所以我在那年 我也拿到國光獎章的獎牌 不然獎金以外 差不多幾百萬 之後還有一塊獎牌 那個獎牌是 是贏金 9999的 裡面都有副 是六牛 六牛做的獎牌 我也有一塊 所以說 在這裡要來講 我要向大家提醒 就是說 過去大家對運動的榮耀都放在這個選手 運動選手 他拿到金牌的時候 這個 是大家都跟共和 但是 有一個人 大家舒服就是這個高雷 這個高雷就是 這個金牌的設計者 是透過這個選手去拿到 過去 因為都舒服掉高雷的地位和雞蛋 所以 成績都始終 不能起來 因為我本身做選手 做高雷 所以我非常了解 非常了解 將來 要怎麼發展台灣的運動 體育 體育 在這裡要提出來 就是說 有一個 四點 四點 的展望 第一 就是改組 就是要改組什麼 改組這個體委會 現在是叫做 體育署 從今年開始 這樣 這個體育署的詳細情情 我 資料 還不清楚 現在就是說 我 當時就是 就是說 這個體育 體育委員會 這個組織 太龐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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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 都是公務人員 每一個人都是公務人員 他們 都是情侶特殊 情侶特殊 所以 可能就是這樣 所以 相對就是說 他對這個體育運動 比較沒有那種 會那種 導致 沒有導致 這個體育運動 這種東西就是 要 要最重的 導致的人 不管你是選手 還是教練 都要最重的導致 導致跟 在普通人看 這個就像小一樣 一樣 就是要有那種精神 才有辦法維持 一個 那個 跟別人競爭的能力 啊 現在 叫 一些相對 對這個 運動 不是說 非常 導致的 一個人 來幫你管 所有的主員 所有的主員 都控制在他的手裡 為了要維持 那種大 的一個 組織 他 優含的 這個主員 都 用在 他自己本身的 生活上 所以 我是認為 這 不必要 那種大 不必要 那種大 會組織 我 我來 我相信 我可以 三分之一的人 都不用 三分之一的 都 割掉 換掉你去 國際白衣 不要在這裡跳 三分之一就夠了 因為 因為 這個 跳運動 的組織 也是有需要 說 要跟政府 跟政府 要有一個 交叉 連續 這樣就交給他們 就好了 政府 你就是 要補經費 你就是 幫助 這些 這些 跳運動 這個組織 下去 進出政府的 這個經費 這樣就好了 你進出經費 經費的 那個 控制 那個 感動 和 和銷 和銷 也是要你來感動 這有關經費的部分 和 機關 和機關 之間的聯繫 因為 難免 牽涉到 教育部的事情 因為 選手很多都是學生 學生 教育部的 也很多是老鼠 這是基關和對機關的 連續 他們去處理 就好 其他的業務 都要綁出來 要相對 要讓那些 對體育運動 真的有研究 要有興趣 要有熱情的人 來 看 這樣 體育運動 會興 起來 一定會興 另外 有興趣 什麼 大家都 滿肚子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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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勢 阿康 但是 他都用在學校裡面 對這個 社會運動 社會體育 都 貢獻 不大 我 將來就是 說 這些主委 都要運用來 社會體育 社會 他的地位 他的專業 要來運用 方法就是說 你如果要生長 你做教育 你要生長做教育 要生長做教育 要生長做 學主義 什麼 生長 裡面有一個 很重要的參考 就是說 你對社會體育 你有什麼貢獻 要拿出來 有教育 沒有 沒有 稍等的 有的人 先記得 這樣就可以將 真正 台客裡面 他們的地勢 阿康 可以 走出象牙塔 走出象牙塔 這樣我們就可以 可以 可以進入 很大的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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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組 啊 將 這個 體育總會 再給他 恢復 把所有的業務 除了這個經費之外 所有業務 都要 交給 體育總會 來做 分工 第三個就是 將這個 台客的地位 叫他們 做出象牙塔 啊 第二次就是 建立一個 對這個 運動人 運動人 不管是選手 那 或是教練 他們的 教育 工作 啊 退休 什麼的 照顧 有一個借助法 讓這些人 他們 所付出的 是 沒辦法 補救回來 所以就一定要有政府 可以照顧 才可以 轉心導入 如果這樣 我相信 台灣的 跳運動 在這個 在這個 十年來 我在裡面 我跟補正 可以 變成 亞洲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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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運動的 那個大谷 十年就好了 因為我看過 嘛 我在裡面 嘛 所以我知道 十年 我絕對 有的 那二十年齁 就要 在世界 裡面 要來 讓 變成一個世界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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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運動大谷 啊 在這裡有的人想說 啊 你現在就只有運動 退後運動 啊 這對國家有什麼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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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應 我在這裡就要告訴他 我 我有一年齁 我帶他去那個 去那個 他對訓練齁 去到那個 在那個 在那個 蘇格蘭 在那個蘇格蘭 啊 我都去 去一個 一個 一個 世界的 空手道的 這個 蔡檬 蔡檬委員會的主席 我就是要 要去 攀關西啦 所以稍微 訓練這樣 啊 每天都坐火車 來那裡去 有一天喔 到車頭的時候 一看說 一片都是人 啦 平衡時 都沒有什麼人 那天喔 我 都總是人 我們的隊伍 都叫沖山去 啊 啊 那個車站在外面 啊 跟進來的車 都總是人 啊 我就大家 好感到 因為我們大家都 已經知道 離車離隊了 所以大家都 開始回去 啊 我很奇怪 怎麼這樣喔 我就去問那個 他們的工作人員 啊 為什麼會 所以蠻蠻蠻 啊 他說 啊 蠻蠻 蠻蠻 他說 蠻蠻蠻 像一個蠻蠻蠻 齁 喔 那男女老幼啊 男女老幼啊 大家都跟他笑的啦 啊 整個車 整個火車 都總是人 躲得慢慢慢慢 我在那裡看到 喔 這跳運動喔 對一個社會 對一個國家 影響喔 很大 我回想說 我們以前 你看那個 掃蠻蠻蠻 掃蠻蠻蠻蠻蠻蠻蠻 他們都在晚上 他們是那個 在美國啊 啊 都在晚上 三個半 我們起碼有一半人 全台灣起碼有一半人 都沒有在睡 都大家在那裡看到 所以這跳運動喔 對 國家對人民的影響 是很大的 齁 啊 但是呢 你必須要什麼 有那個好的成績 才會引起人民的 反應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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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往 這樣的時候喔 每一個人喔 大家都都不去運動 大家都不 多少都要出來運動 什麼 人民都健康嘛 齁 人民都健康嘛 人民健康的時候喔 國家就強 齁 齁 所以 體育運動 不是單純 不是單純 學生運動的 體育的人 的態勢 不是 這是一個國家 這個國家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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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很大的 這個 一個 一個 那個 那個 今天 這裡 就可以 大家 我們這個民衆政府 啊 可以用一些心 嗎 放在這個 這個 這個區塊 齁 啊 我剛好有這個 我的槍施 林博士就跟他 跟他甄巡 你有那個嗎 你可以來接嗎 我就已經在這裡 已經60年了 我 我很清楚啦 改動要怎樣 我知道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就一期待 將來 沒關係 我們有一天可以順利去接到政權 我各私所知 我在體育運動的這個區塊裡面 我的用心 我會去找我所有的支援 大家來研究 看要怎樣改造 要怎樣建立一些制度 一個好的制度 會讓一個國家 人民都進入幸福 如果買的制度 比貪更高 我時間到了 我就講到這裡 以上 感謝 profit里面的招出 apo 餃子現在裝比較想要 關心後 墨幅 暗到這裡 鼓 ו霧 恐怖 動了 打開